在为人雅士们的眼中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结合在美酒与试词中自己宣泄 所以今天的灵感是用白酒 做几款唐风的书法甜品 上阳台帖作为李白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 比例苍进浑厚 均以豪放恰如其失 同时也是上阳台酒的灵感来源 所以第一款蛋糕 就直接还原酒生与原帖来感受书法中的李白 以基础蛋糕为底 芝麻奶油铺面还原古朴平身 糯米纸是铁天面 最后再以糖皮封顶 我曾在李白的身上感受到了圣堂之光 他是哲仙人 由道家自意洒脱的逍遥之态 又奋其智能愿为腐弊 有族家积极的入室之风 再以清廉为号 或与佛家相识 其自身恰是唐代如是道三教并胜的时代缩影 包容 开放 多元 所以这个蛋糕我以三色为基底 三段以分层 圆绒为形质 仿照唐代绘画 吸取细域技巧后的运染法来制作 中间部分以李白的腔劲酒为题 其中墨色是油色粉与上阳台酒调和 酱香型白酒的醇厚 依在书写之间 随笔墨挥洒 缭绕鼻尖 同时为此款蛋糕增加了味觉的层次 若论湿鲜 酒鲜如何碰撞 那第三款蛋糕便可使二者擦出火花 我选取了山中与优人对着属于豆沙糖皮之上 再用其包出酒壶福袋的样式 此款典型的妙处是在瓶盖之中被我藏入了一颗酒芯糖 同样是采用上阳台酒制作而成 经过一夜的定温成形 仍然保留着浓郁的酒香 切开蛋糕时 滑落的流心渗入每一层蛋糕 酒香浸润 无不关系 已在史书上轻轻翻开的每一页 便是它们波澜壮阔的一生 笔笔画画都是它们的人生轨迹 所以这款蛋糕以翻开的书页为造型 将梦游天母引流别写于其上 似乎是历史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讲于后人 和叶独臂 我却发现它什么都没有写 光滑得如一面镜子 照出的是我的影子 这一刻 我望着那卷史书 轻轻浮去了身上的灰尘 李白的诗永远是那么富有想象 你会在他的诗里超越功力 超越生死 是飞流直下三千尺 是扶摇直上九万里 它带你走进的是一片自由的世界 超脱在雨的无限空间和昼的无限时间中 所以这个蛋糕将会用抽象的方式来表现犹豫无穷的逍遥 当中的望龙山瀑布 我都得仿照草圣张旭的笔法 张旭好酒后成书的豪迈个性 恰于李白相合 醉酒后的他们 永然是积极的 向上的 仅仅是借酒忘掉了现实中的自己 去感应天地 照应万物 它是诗中仙 也是酒中仙 天地万物 借由仙人之口 向世人展示着大美 谁说醉酒便是虚化 醉与醒 梦与真 难分难辩 到底是庄周梦蝶 还是蝶梦庄周 倒不如在这杯酒中 去寻仙 寻李白 问一问答案